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是在研究先秦朱子 老子 庄子 莫子 杭妃子 还有伦语 伦语就包括孔子和他的弟子 也就是说这个圣贤书或者朱子书 它是古文的脚印 那么我们做这些研究的时候 也要把它当成古文的生命痕迹来对待 从这些很古傲的文史里面 来发现古文的生命形态 它的文化密码 它活动的历史现场 它思考问题的心理特征等等 要研究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可能就会跟古文 以心对心 以心比心 心心相应 就把古代的智慧通过这样一种平等的 有生命的对话 变成现代智慧 变成古今共享的一种智慧 而且用这种智慧来去跟世界对话 这是我们 所以我们要做这个黄元的工作 黄元就回到古文的历史现场 和他讲这些话是针对什么东西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他为什么他里面的古文也有时候发脾气 有时候也会哀伤 也会喜怒哀怒 有时候还会耍点小聪明 而且可能会给后人 甚至在给后人 阅读他的书的时候 提供一点暗示 或者设下一个陷阱 那么你都要在意义地辨识 把它当成一个活儿 读的心情诸子书就是一个 一步一步地活的 有生命的 有学有诱的 跟你可以进行经人的对话的 这么一本活的书 我们要有一个很有创造性的 很活跃的 很有好奇心的 又有很多思考能力的 很通透的一个心 用新人的眼睛来去读古文的书 这样读出来的古文的书 读起来是一种享受的 他因为他是我们是在跟几千年 最伟大的 最有智慧的那些 写手同心 初心同心 初心谈话 以心比心 起来 起来 可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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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